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你自己去看吧 事情都太过琐碎 太多了点 随便挑一段时日看齐 那日你将这四季果树搬至院中 如今也已经开花结果了 蛇阵中也有四季果树 我幼年时都是吃这个 听说从前蛇阵中并无此数 却在一夜之间 竟然生根 发芽 开花结果 想必是老天爷也在怜悯我吧 不知这是什么 就是家人 要是工作的 追求ydi子 你当阿兰惹 确实有关一段真情 你跟阿兰惹 确实有关一段真情 阿兰惹对你之心 清清白白 可朝日月 但你对她 似乎不是那么真切 是啊 阿兰惹待我如此 我却太懦弱 太不懂得真心 可是阿兰惹 与你共处的那段时间 是她最惬意的时光 如果让一切 都在那一刻永珠 也没什么不好的 似乎后来的事情 都有些悲痛 其实 你可以选择不去了解她 你看到了什么 你同 你同阿兰惹在下棋 然后呢 茶茶走进来了 殿下 大人 上君呢 何时如此慌张 慢慢说 宫里来消息 说上君病轰了 夫君一向身体安静 怎会突然 等等 都没有 她的生命 就算了 他死了 他死了 你也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 你死了 你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我回来 这局先做残棋流程 等我回来 去吧 你说的这些我还记得 之后呢 之后阿兰惹走去了王宫 见到了正在床上的夫君 已经没有了一点气息 夫君虽然从来都不喜欢 阿兰惹 但阿兰惹 还是痛心地大哭了一场 我还以为 她并不爱自己的父亲 之后呢 阿兰惹想要帮香李鹤 一起处理夫君的后事 母后却回绝了她 于是她便一个人回到府中 阿兰惹满心渴望地想要见到你 但是你却不辞而别了 竟没等到去见她最后一面 沈烟 你到底去做什么了 为何如此自私 那是一个变数 让我意想不到 如果可以 你能不能告诉我 阿兰惹最后到底在想什么 比如最后 她是不是十分恨我 没有 她没有恨你 只是她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你同她的道别 竟然都如此隐晦 之后她便入狱了 这一段 太卑微 太心痛了 一个母亲 怎可对自己的亲生骨肉 如此残忍 我之前也没有想到 清华会背着我 指阿兰惹于死地 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就是看错了她 阿兰惹真听醒了清华挑拨之言 才胜出必死之心 万箭穿行 生不如死 原来是这种感觉 我说过了 我是为了骗清华 且不论你说的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的 阿兰惹当时又如何知道呢 她眼前的天真 眼前人的言辞 不是更为可信吗 我记得莫少曾经告诉过 她问过阿兰惹 若有天恨你 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知道阿兰惹是如何回答的吗 阿兰惹说 阿兰惹说 肯定是因为得到过 而又失去了 譬如你爱上她 后来你又放弃了 爱上了另外一个人 特别人 特别人